我希望你能来大昭当驸马 你是大燕皇帝的心腹 而九月又是我的妹妹 今天日气不错 抓来一只大的 小恒 功要算你一份 还要抓多久 我快热死了 走吧 差不多了 谢谢你今天来陪我 你嘴里难得说出来谢谢 怎么 就许那个阿黎说 还不许我说啊 还在生气啊 我生他生气 他又没惹我 再说了 就算是我生气了 你还会替我出气吗 不会 那不就得了 你 什么时候走 明天 事情没谈成吧 我哥他为难你了 倒也没有 就是提了些条件 九月回到大昭之后 茶饭不思 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样 但自从你来了之后 他好似又活过来了 小女孩的这些心思 我哪怕是在语的 也很难察觉不到 小航 你知道的 我在这个世上 只有九月这么一个亲人 我想要他好好的 陛下是什么意思 和亲 我希望你能来大昭当驸马 你是大燕皇帝的心腹 而九月又是我的妹妹 只要你们之间有了婚事 那我们之间就是一家人 没有比这 更可靠的承诺了吧 九月 现在正是失婚年纪 而据我所知 肃国公现在也尚未婚配 加上大昭和大燕现在的形势 依我看 这恐怕就是天作之合了吗 你 怎么说的 我说 自然要看你的意思了 那若是我说 九月 我 如今圣圣主和 而承王则截然不同 承王野心勃勃且好战 就算他得到了大燕也不会善罢甘休 若是到时候大燕和大招打起来 定会联 停停停 你知道的 我听不懂这些 我想听什么 你应该清楚的 好 那我就跟你直说了 第一 兵我必须要见 第二 婚于我不可能答应 第三 若是前两条你不答应我 那我就会答应等死 那你刚刚还说什么看我意思啊 自然是要你 去拒绝你哥喽 我呸 难怪你今天会来陪我 原来根本就没人什么好心啊 我真是看走了眼了 怎么会喜欢你这么个无赖呢 假意奉承才是无赖 我坦承相告不好吗 不就算了 我回大营等死 你回来 最后一次啊 之后 你死哪儿都和我没关系